歡迎收看小明星,我是Pen,教數學 小明手上有兩個袋子,左帶有ABC3球,右帶有1號2號2顆球 球的大小重量觸感都一樣,小明閉上眼從左帶抽1顆到右帶 再從右帶抽1顆回左帶 然後再從左帶抽1顆出來,是因文字球的機率為何 這一題其實他的討論規模是還可以的,是高中可以考的 但是他很有難度,因為他總共只操作了3下 從左帶抽去右帶,從右帶抽去左帶,然後再抽1顆出來 那為什麼我說他蠻難的呢? 因為如果你去畫素狀圖想像的時候 你把ABC,想說左帶有可能抽到A,有可能抽到B,有可能抽到C 那你抽去右帶之後,假如左帶A抽過去,右帶是不是變成A12 那你在抽的時候,有可能抽到A,有可能抽到E,有可能抽到2 那你在抽回去左帶之後,你把2抽回來,那變成是BC2 那你再抽,對不對? 這樣子不但有可能會分支出20幾隻,而且呢 每一條分支還都不太一樣 因為你有可能抽過去的時候,抽A,有可能抽過去抽B 那都會導致好像很複雜的難性 那但是呢,偏偏這一題又有更好的討論的方式 他可以讓他的這個討論規模下降到可以被認為可以接受的範圍 仔細想一想,其實他不在乎這些球是A還是B還是C 還是1還是2 他在乎的是什麼?是數字球還是英文字球吧 對不對?所以說我們真正要討論的不是他的 是ASB是C 你要做的分支只有英文字和數字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左帶原本是英文字球 那我抽過去一定也是英文字啊 所以說當我真正的分岔會是從 從右帶抽回來的時候才有需要去分場 也同時呢 我們實際上只需要討論 左帶的這個球 到底幾英文幾數字就好了 這樣子 我們的狀態 我們的那個路線畫起來會跟 就是你以為A B C這樣畫是不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不是要討論說抽到哪一顆 我們是要討論 那現在左帶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說在第0步的時候 左帶其實是3英文 0數字 然後我抽一個球過去 左帶會變成剩下2英文 1數字 所以這是第一步 然後我接著在從右帶抽回來的時候呢 那右帶到底抽什麼回來呢 如果你希望有更多東西可以看 可以輔助你的思考的話 那我們其實最好是怎麼樣 把右帶的狀態也寫進來 所以我的右帶的狀態其實是 原本是0英文2數字 所以被你抽一個進來之後是1英文 2數字 我可能抽走 我們這個一定會抽 英文 對不對 那接著我可能把英文抽回來 我也可能會把 數字抽回來 如果我把英文抽回來的話 它的機率是 1 3 把數字抽過來左邊的話 它的機率是2 3 就是把機率 發生這件事的機率寫在那個分支上 對不對 然後把做完之後的狀態寫在後面 所以說我這麼做完之後 我的左邊是 抱歉 這個 我們 剛才那個 抽一顆 左帶抽一顆去右帶的這裡 左帶是0數字 0數字 它只有英文被抽過去 那因為不影響這裡的書寫我就不重講了 所以抽一個英文回來之後呢 左帶變成是又回到3英文 然後0數字 那這個時候你右帶寫跟不寫就沒有差了 因為我們已經快做完了 就是 後面不管右帶的事情 右帶是0英文 2數字 對嗎 那如果我剛才這個抽回來的時候 是把一個數字抽回來 那我的左帶就會變成是2英文1數字 然後右帶就會是1英文1數字 然後他說再從左帶抽一顆出來 那因為這個時候你的左帶只剩下 上面這條路線的話 你這個狀態左帶只剩下英文可以抽 所以這顆球是英文 然後 有可能會 如果是下面這個路線的話 你有可能把左帶的英文抽出來 這樣是2分之2 但是有可能把左帶的數字抽出來 這是1分之1 那這一條是可以不寫的 因為他沒問 最後要把它加起來 答案不是2分之2 也不是1加2分之2 你要一路走過來 我們一開始這個一定會抽到英文是乘1 所以說這一個的機率是 1乘3分之1又乘1 這是1分之1 這個的機率是 1乘3分之2 然後再乘3分之2 所以是9分之2 這是1乘3分之2 又乘3分之1 是9分之2 這兩個合起來是9分之6就3分之2 這全部合起來是1 可以嗎 稍微一點算一下 當然他題目問的是這兩個 所以他們兩個合起來是 9分之7是我們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這一題 來看下面這題 這個新聞播報下雨的機率 年初一有30% 初二有20% 初三有10% 小明在這三天都出門 恰好遇到連續兩個晴天的機率是多少 可以按個暫停寫一下 其實我們要求的連續兩個晴天 也就是我們要的是這個 恰好喔 而且還不是 就是我不要那個晴晴晴喔 所以我們要的是 晴晴雨 和雨晴晴 可以嗎 那他給的是下雨的機率喔 所以如果是晴晴雨的話 是0.7乘0.8乘0.9 要雨天喔 這個是0.1 那雨晴晴的話 第一天要下雨喔 所以是0.3 然後0.8 然後0.9 那我剛剛講說這個常見的錯誤是什麼 很多學生其實大致上都有想到 該怎麼做了 但是錯在哪裡 錯在他沒有去乘那個下雨的機率 他想說 我知道我知道 第一或第二天晴天 他也知道要寫0.7跟0.8 第二天晴天 或者是第二三天晴天 他就沒有去乘那個下雨的那一天 因為你那天要下雨啊 他沒有乘就會錯喔 所以最後答案其實是 這是0.056啊 這個是9872乘以3 216 0.216 0.216 0.272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將迷宮布置成幼圖喔 小明從上方進入 每次遇到岔口 往左往右的機率各半喔 求他出現在 釘出口的機率 其實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那個Pachinko的彈珠台啊 你在這裡放 你在那個分岔的路這裡 放一根鐵釘有沒有 然後想像那個球掉下來 撞到鐵釘跟 往左往右彈的機率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這裡有 就一根一根鐵釘 然後最後會怎麼分布喔 網路上有一支影片 他就是這樣子去 做了一個像彈珠台的裝置 然後上面讓很多小鋼珠 從上面掉下來 最後的分布會剛好就是 符合那個大樹法則 中型分配 那當然這個是後面才會講的 那到底說這樣子 這個出現在釘的機率是多少呢 這個自己暗暫停做一下 每一次分岔都有一半的機率 往左往右 所以在這裡走這條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可以嗎 那到這一條的機率是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是四分之一 這一條的機率也是 是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中間這條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合起來 所以是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是二分之一 但是我們寫四分之二 這樣 再從這裡往左走 是右乘二分之一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這兩個 他四分之一乘二分之一是八分之一 四分之二乘二分之一是八分之二 合起來是八分之三 這個也是八分之三 寫到這裡不知道你有沒有察覺到他的特色 再走的話是十六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然後這個合起來是十六分之四 十六分之四 十六分之四 十六分之六 什麼特色呢 這就是那個 巴斯卡三小型 對不對 是不是 一一一二一 一三三一一四六四一 一五十十五一嘛 對不對 好那他一加一合起來是二啊 所以就會有一個分母二 這個分母四 這個合起來是八 這個合起來是十六 對不對 那事實上他這個就是什麼 二項四分配吧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你出現在釘這裡的機率 我們把它算出來 把最後的答案先算出來 它會是這個跟這個合起來 它是十六分之六 乘二分之一 和十六分之四乘二分之一 那因為這一組是一五十十五一嘛 都是三十二為分母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那我剛剛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呢 其實呢 他每一次在路口都會有向左或向右的選擇 你要出現在這個路口就是連五右啊 你要出現在這個路口就是連五左 出現在這個地方 你要出現在五 你可以是這樣子 右右右右左 你也可以是左右右右右 你也可以是右右左右右 但是總而言之怎麼樣 你就是一個這個 對不對 那釘的這個位置呢 釘的這個位置其實就是三右二左嘛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整件事情其實是什麼 二向式分配的問題 就是二分之一右 加二分之一左 給你選擇五次 對不對 其中 三右 二左的係數嘛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集上到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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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